球场上进攻队员接到传球 迅速在三分线外出手 刷得一身漂亮得分 三对三斗牛赛 男子组赛事紧张刺激 相当的精彩 而郭校男女混双比赛 也不妨多让 别小看女生打篮球 卖力程度丝毫不输给男生 因为往里我们都办别的活动 那一直忽略了各个年龄省的一些朋友 他们也没有机会 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听说以前有办过 那我们这次就恢复 来办三对三篮球赛 为了鼓励民众多运动 内湖区公所特别举办 一百零九年人口政策 宣导活动三对三篮球赛 吸引许多篮球爱好者 抢着组队报名 讯息公布在官网马上就秒杀 最后将近有一百七十支队伍报名 分成国小国中高中和社会组 四个组别 报名相当的踊跃 我们也是希望 大家都能够多出来运动 不管你是打到多好 还是说喜欢篮球都没关系 我们就只要是 希望大家多出来运动 然后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目的 上半年的疫情严峻 许多大型的户外运动也被迫延期 下半年的疫情稍微趋缓 为了顾及广大爱运动的年轻族群 借着三对三篮球赛的举办 希望能提倡各年龄层民众的运动风气和习惯 让生活更健康 更有活力 记得长得花 前方报道 下半年龄层民众的运动风气和习惯